你吃过脆皮甜甜圈吗? 据说它是夜市里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小吃 不用厨师机也不用烤箱 准备工作特别的快 我想赶在明天儿童节之前 也就是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发出去 那你们明天早上就可以把这个甜甜圈给做出来 两个小时就准备好了 包装好带娃出去过节 这个甜甜圈我保证一定是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吃的一款面包 附上做法特别简单 高筋粉 奶粉 糖 盐 先把这些干粉混合均匀 挖一个坑 倒入清水 再加入酵母粉 先混合清水和酵母粉 再慢慢地把干粉拨进来 这面团非常非常的好揉 也不要手套膜 也不用反复地松弛折叠 揉匀就行了 对了啊 黄油也直接丢进来 现在所有的食材都已经放进来了 你现在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把所有的食材拌匀 这时间大概是五到十分钟 面团就能揉好了 面团量少的情况 这么拳头碾压的手法 特别的快 拌匀后啊 再摔打到表面光滑 你不用去扯出一个手套膜什么的啊 然后只要光滑了不粘手了 面盆也干净了 面盆也干净了就好 松弛25分钟 25分钟时间到 可以开始分割整形了 松弛了一会儿面团会更有可塑性 撒一些干粉 拍扁 使光滑面面积大一点 平均分割成8份 每份大概50克 分割时的每一面尽量是一个三角形 这样更方便下一步的整形 好 这小面团 用手啊 拍扁 四周都往下收 要让表皮啊 有紧绷的张力 这样面包才能膨胀的更好看 滚圆捏紧底部 把圆坯子依次整理好以后 再从第一个圆坯子表面撒粉 正中间戳个洞 中间的洞再稍微拉大一点 这个甜甜圈坯子就整形好了 每一个甜甜圈坯子底下 最好垫一张烘焙纸防粘底 放在温暖潮湿的环境发酵 下面来做一个简单的脆皮面糊 低筋粉加泡打粉拌匀 然后加冰水 把这个面糊搅匀 这里为什么要加冰水呢 因为温度太高的水呢 会让泡打粉提前发生作用 那所以冰水主要是为了 抑制泡打粉提前生效 直到油炸的时候 再让这个泡打粉去起作用 拌匀后倒入玉米油 继续搅拌均匀 发酵好的面坯用手按压一下 能看到有一个微微不回弹的小坑 这样就发酵好了 面包坯子全部粘上脆皮糊 裹上面糊后 记得用手拖着底部捞出来 不要拉扯中间的洞 再把烘焙纸垫在底下 所有的坯子都这样处理好 再去炸 油温大概170度 时间是12分钟左右 温度不要过低也不要太高 过低呢会使甜甜圈出锅的时间延长 吸油很严重 温度过高呢 有可能炸不透就糊了 刚入锅的时候可以勤翻面啊 使面包两面快速的膨胀 那等到差不多定型了 就可以把每面彻底的炸到金黄色以后再翻面了 你可以炸的深一点再捞出来 它的脆度能保持的更久 捞出后放在量网上控油 然后晾到手温以后再去撒粉 看它表面是非常非常的脆 然后啊 糖粉和奶粉1比1的比例混合 把这个粉啊 多多的撒在甜甜圈的表面 这个脆皮甜甜圈配上奶粉和糖粉 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奶香浓郁 咬下去啊 表皮非常脆 如果你也动手做了这个鲜奶脆皮甜甜圈 at为沙尼做面包交作业吧 山妈祝你儿童节能享受到 纯粹的甜甜的快乐吧 下期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